Hello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米娅 今天哦 我要去搞一个人的台 他是我一位朋友 他最近看我一直在这个 PESTA因为我这边走来走 到处打台哦 他就一直靠北我 所以我从来不打他的台 所以我今天就决定去搞一搞他的台 他以为我没动过他的台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监控 其实我之前有小摸了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他的台啊 我刚刚看到了他补得很满 然后前面那台应该是刚刚有人打过 应该是他刚补了 他补好货 然后他就回家睡觉了 我就决定趁他睡觉的时候 搞一搞他的台啦 我今天咯 这个台咯 我不烧他一次咧 我就不叫米娅 不是我不要打你的台啊 是因为我不想伤害你啊 好啦 Let's go 我换了钱就直接开打啦 首先就是因为这个位置哦 刚好是一个大风扇在吹着哦 所以导致这个收音不是那么的良好 我就直接用背景音乐盖 我就直接用背景音乐盖过吧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哦 就是这个荧幕也被吹得在那边摇晃哦 所以当时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凉爽 主要也是因为由于是我一个人拍嘛 如果我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的话 三更半夜哦 别人会以为是个神经病在那边 好啦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台面哦 是一个无挡板搭内丢台哦 那前面就只有那几个冰淇淋棍在做防御啦 所以如果基本这个台你们是用普通夹的方式来打的话呢 是基本无解的啦 我现在呢 就是先把它所排好的那个货品哦 打乱一波哦 然后才可以正式的来做进攻 啊 那么现在这个一支柱就给机会啦 他直接跨过了两根冰淇淋棍的中间 那么就慢慢的把它推过去吧 要用推的方式哦 千万别夹 一夹取的话 就直接喷回进去里面了 然后这个时候 哎 锁笼在他后方 我们就直接夹锁笼吧 利用这个甩幅 推 把这个一支柱给推了下去 漂亮 然后接下来就打看看这个魔人 看到吗 他一夹取上来 丢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然后现在我就发现到 由于他下面的那个核框的关系哦 这个锁笼被卡在了这个地方是很尴尬哦 他会挡着我后面要出的货 所以必须给把它打走 哇 大家看到了这个丢回去的力道 我是相当的大 好啦 女帝成功的下来了 一样也是用慢慢推的方式 把它推去洞口 千万别用夹的 一波一波慢慢来 用推的方式 推 推过去 再推一门 推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锁笼就能够夹了 只要一夹到锁笼 就能够一样把它推到它前面 好啦 直接喷去洞口边了 然后由于冰淇淋棍顶着哦 所以我需要用拨的方式 拨一下那个女帝让它 躺上冰淇淋棍 成功 那么就一样的方式 夹锁笼 让锁笼把女帝给推下去 说到这个女帝的模型哦 我回去了打开来看哦 也是满意外的 它是让人有点害羞的模型啊 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观众 就自己脑补一下吧 然后这个时候就 哎遇到了一位 也是同样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 夹娃娃YouTuber 他是来自乱搞一波的Mingo 一阵短暂的寒暄之后 他就匆匆离开了 其实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夹娃 影片当中呢 我是相当喜欢看他们的影片哦 因为他们两位主角都是相当的搞笑 和相当的娱乐啦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多交流 甚至是合作吧 在经过一半小尸杀之后哦 这个索隆终于来到了一个比较漂亮的位置 现在赛鲁在他的后方 我们让赛鲁躺下 我们让赛鲁躺下 那现在这个 前有赛鲁后有费里沙 估计这个三道流的索隆 在他们这个七龙柱的两大 大鳄人面前也是没戏啦 直接被他们补位出货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费里沙啦 因为这个费里沙是最靠近枪位的货品 就直接搞他 同样也是用推的方式 推 继续一样的节奏 一样的位置用甩推的方式 把它推出来 也可以说是甩打啦 打一下 成功 那么镜头一转 就轮到这一颗魔人啦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魔人就被那个冰淇淋棍顶着啦 所以一样也是要把它挑上来 挑 漂亮 成功上了 那个冰淇淋棍 那么就拿后面的米豆子 来决定他的生死吧 抓一下米豆子 推出来 漂亮 成功啦 我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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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会出现啊你 我讲趁你不在的时候伤害你 你拍我 你帮我拍你了吧 那你好打一点 哇,电了我不少咧 你个人 我想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伤害一下 看你们嘛 看你们睡觉起来哦 然后给你们一个惊喜一下 想要给他们惊喜 结果他们突然间回来了 想到我会是呀 原来他们躲在那边打王者 对 害我跟他们拉枪会拉 这样辛苦 只要叫他们来百货就好了 百货就好了 OK啦 起来一下 起来一下 好,来哦 来哦 小人还滴了 阿美技术 阿美技术 擋住台主在那边阿美技 我还没一下牙得到 我还没有一下牙得到 我还没一下牙得到 我还没一下牙得到 算了,是我一直...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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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嚇我 哈哈... 最後一枚讓你笑不出 我還在裡面專注啊 太不解決力了 這台的尿精我已經抓到了 尿精... 我這台是國興哥的台耶 啊... 再給我笑 空後面那盒就給他住了 不要...不要妹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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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旁邊那盒 那盒 啊... 厲害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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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眼故障 哈哈哈... 太滿了 哈哈哈... 電眼故障 因為... 這樣... 哈哈哈... 太滿了 打太多了... 卡洞了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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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也是... 總之這種笑臉的齁 這種笑... 這種笑臉都搞我很久耶 以後我... 你們真的啦... 你們... 怕我打你們的台喔 你們全部放這種模型就可以了 我... 我看到我就先跑了 我已經跑了 快 200米 但是不久了 還要跑了 我現在跑了 快批判吧 我還沒跑 你這不是 你真的會跑了 我以為 else很快 有回風 在跑了 還會跑了 這 tong擺 放地 從那裡 現在 你真的趕緊 會這樣很多叻,那個 節奏都抓不到了 好啦,打出這邊啦 台中有什麼想法? 沒有想法 沒有想法? 薄一點 薄一點? 對 其實不會很薄啦 只是大家看了我的影片 我就懂怎麼樣打了啦 哈哈哈 然後他剛剛跟我說 把我拿6盒可以換 6盒可以換那個 那個鷹眼 我要那個鷹眼 所以等一下我就跟他換一下 我就 電話要沒有電了 我直接用照片來做結尾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戰績啦 總共打出了11盒 大概花了180塊馬幣左右吧 裡面有一盒我贏的模型 是用多了一盒的特南特斯 換回來的 然後再用了6盒 換了左下角那個大盒的鷹眼 上面那個258呢 跟右邊的3盒金正模型 是我同一天在另外一邊 用100塊打出來的 所以今天的戰績是相當的漂亮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各位觀眾如果覺得還不錯的話 就給我個訂閱按讚 分享再加留言吧 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 下一 已經分縮了 快點 更縮小鈴鐺 讓我們까 men 我們說成電話